我們會有兩個view 所以一般你要控制view的話 通常也要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你要兩個activity 一個activity是控制scope 一個activity是控制review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原來預設只有一個scope 那我要怎麼建立第二個activity 特別注意 很多書裡面都沒寫很清楚 它就是範例給你 就是有多一個activity 那怎麼做出來的呢 我看了很多書都沒講 所以今天的話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何建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activity 如果你有很多個頁面 因為它有點像是一個網站 網站裡面不可能只有一個網頁 你有多個網頁要互相切來切去的話 那怎麼做 接下來就是要新增第二個activity 請你在這個上方 source上方或者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新建一個什麼呢 特別注意啊 這邊有個叫做類別 特別是activity實際上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是extense 它繼承什麼 繼承 activity 所以它還是一個 activity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類別 所以你要新建的話 記得剛剛是xml file 那這個上面的話 java檔 請你記得就是新的類別 那類別的名稱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類別的名稱呢 請把這個名稱打一個redout redout 這個地方的話呢 redout ok 那記得R給它大寫好了 那底下的話特別注意 底下這邊有個重點 super類別 super特別注意哦 其實這個super指的就是負類別的意思 那負類別是什麼 負類別就是我們這個activity 它是繼承什麼 繼承activity嘛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負類別這裡 請你把這個原來的給刪掉 然後瀏覽一下 找到一個什麼呢 請你在底下打一個activity 你大概打一個act 就大概就出來了 activity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 我的負類別是activity 按確定 好這樣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第一個 你就新增一個類別 然後名稱就是redout 然後它的負類別就是這個 ok 然後按一個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activity 有沒有 它是extense什麼呢 就是activity嘛 就是redout對不對 它是一個這個 然後它繼承activity 可是你會發現呢 我把原來的這個打開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原來的 自動產生的多了一些東西 多了什麼東西呢 uncreate方法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的話 沒有uncreate的方法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按右鍵怎麼樣呢 新增這個有沒有 程式碼對不對 前面不是有教過嗎 如何產生方法 很簡單嘛 置換實作方法 找到什麼呢 打一個o 因為它o開頭 我們這地方的話呢 打一個o 它就會跳到那個o開頭 uncreate 往下找 o c有沒有 uncreate 找到對不對 請你把它打勾 按確定 就出來了 它會自動出現什麼uncreate方法 對不對 然後呢 可是接下來你還少什麼呢 找這個叫什麼呢 setContentView 那setContentView是什麼意思 當我這個 activity 它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開啟什麼 開啟它對應的畫面 那我們對應的畫面呢 score是對應到小姐的score 所以我們uncreate被創造之後的話 特別重要 我要去開啟什麼的 所以請你在 superuncreate底下 enter一下 然後呢 打一個setContentView 所以 去開啟什麼 開啟旅要那個畫面 不過如果你setContentView 背不太起來 教過一個方法 你打一個list list 就是list class 點裡面就有個方法 叫做set setContentView setC一下 你就出有沒有 自動就會出現什麼 setContentView 那setContentView 所以就是把那個畫面叫出來的意思 然後呢 那個畫面在哪裡呢 r.layout enter 點一下 有沒有一個小姐relaut 有嗎 所以呢 當我create的時候 uncreate的時候呢 就把什麼呢 就把這一個relaut的畫面 把它叫出來 那這個relaut的畫面 就會被叫出來 所以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它是個類別 然後呢 它是要繼承什麼呢 這個activity 那另外呢 這個方法不會自動產生 所以你要自己加進來 1 2 最後的話呢 要什麼 3 自己怎麼樣呢 寫一個 初始畫 把這個relaut叫出來 relaut在哪裡 在這裡 把它叫出來 它才會被啟動起來 ok 所以這個activity還是麻煩 做了這麼多事情 只是為了一件事 就是開啟這個relaut的命 ok 那 不過其實你如果知道 它的邏輯之後 也很簡單 反正把它創造出來 ok 那所以請各位呢 把這個relaut把它開起來 但是呢 現在還不能用 因為它還沒被登記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